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 话说凤姐和宝玉回家 见过众人 宝玉便先回名贾母 秦中要上家属之时 自己也有也个半读的朋友 正好发愤 又着实地称赞秦中的人品行事 最使人灵爱 凤姐又在一旁帮着说 过日她还拜老祖宗等于 说得贾母喜欢起来 凤姐又乘势请贾母后日过去看戏 贾母虽年老 却极有信头 之后日又有游氏来请 所以携了王夫人 林黛玉 宝玉等过去看戏 至上午 贾母便回来歇息了 王夫人本是好清静的 见贾母回来也就回来了 然后凤姐做了首席 敬欢至枉无话 确收宝玉 因送贾母回来 带贾母歇了宗教 易玉还去看戏起乐 有恐扰的情势等人不变 因想起近日薛宝钗 在家养病 为其清后 易玉去帮她一方 若从上房后脚门过去 又恐遇见别是缠绕 再或可巧遇见她父亲 更为不妥 宁可绕远路罢了 当下众嬷嬷丫鬟 伺候她换衣服 见她不换 扔出二门去了 众嬷嬷丫鬟 只得跟随出来 还指当她去那府中看戏 谁知到川堂 便向东向北 绕厅后而去 便顶头遇见了 门下清客 相公 张光 禅聘人二人走来 一见了宝玉 便都笑着赶上来 一个抱住腰 一个斜着手都道 我的菩萨哥 我说做了好梦呢 好容易的 遇见了你 说着请了安 又问好 老到半日 方才走开 老嬷嬷叫住 阴问 二位爷是从老爷 跟前来的不是 二人点头道 老爷在梦坤斋 小书房里 写宗教了 不妨是的 一面说 一面走了 说得宝玉也笑了 于是转弯 向北奔梨香苑来 可巧迎库房的总领 明焕 吴新灯 以仓上的头目 明带梁 还有几个管事的头目 共有七个人 从帐房里出来 一见了宝玉 都来 赶来 一起垂手站住 唯有一个买伴 明焕前华 因他多日未见宝玉 忙上来 打签问 请安 宝玉忙含笑 携他起来 众人都笑道 前在一处看见 二爷写的 陡方 字法越发好了 多早 玩赏我们几张贴贴 宝玉笑道 在哪里看见了 众人道 好几处都有 都称赞得了不得 还和我们寻呢 宝玉笑道 不知什么 你们说与我的小妖们 就是了 一面说 一面前走 众人 带他过去 方 都各自散了 闲言少数 且说宝玉来自 梨香苑中 先入薛姨妈室中来 正见薛姨妈 打点 针指与丫鬟们 宝玉忙请了安 薛姨妈 忙一把拉了他 抱入怀内 笑说 这么冷天 我的儿 难为你想着来 快上炕来坐着吧 命人倒滚滚的茶来 宝玉音问 哥哥不在家 薛姨妈看到 他是没龙头的马 天天忙不了 哪里肯在家一日 宝玉道 姐姐可大安呢 薛姨妈道 可是呢 以前又想着 大发人来瞧他 他在里间不是 你去瞧他 里间比这里暖啊 那里坐着 我收拾收着 就进去和你说话 宝玉听说 忙下了炕来 至里间门前 指尖 吊着半旧的 红丑软帘 宝玉先连 一脉不进去 先就看见 薛宝钗 坐在炕上 做针线 头上挽着 漆黑油光的嘴 蜜蜜蜜 蜜蜜蜗 蜜蜗色 玫瑰紫二色 金银数 比肩卦 葱黄 林绵群 一色半新不旧 看去不结说话 唇不点而红 眉不化而脆 脸若银盆 眼如水性 喊言寡语 人未藏于 安分随时 自云守拙 宝玉一面看 一面问 姐姐可大狱了 宝钗抬头 直接宝玉进来 连忙起身 含笑大道 已经大好了 道多谢记挂着 说着 让她在炕檐上坐了 几面婴儿侦查来 一面又问老太太 姨娘安 别的姐妹们都好 一面看宝玉头上 戴着蕾丝 欠宝 紫金罐 额上乐着 二股抢猪 金墨盒 身上穿着 秋香色 丽蟒 白胡 叶剑袖 记着五色蝴蝶 鸾笛 巷上挂着 长病锁 记鸣府 另外 有一块落草时 咸下来的宝玉 宝钗一笑道 成日家说你的这玉 究竟未曾细细地赏见 我今儿倒要瞧瞧 说着便挪进前来 宝玉已凑了上去 从巷上摘了下来 递在宝钗手内 宝钗推掌上 只见大如雀卵 灿若名霞 银润如苏 五色花纹 蝉红 这就是大荒山中 青梗封下的 那块完石的幻象 后人曾有诗朝云 你挖练石 你荒唐 又像荒唐 掩大荒 拾去幽灵 真境界 换来 清旧 臭皮囊 好之运 败金无彩 堪探时 成玉不光 白骨如山 望姓氏 无非公子与红装 那完时亦曾记下 他这幻象并赖僧所捐的撰文 今亦按图画以后 但其真体最小 方能从胎中小儿口内闲下 今若按其体化 恐自己过于微细 使观者大费眼光 亦非常识 故今只按其行事 无非略斩放下规矩 使观者便于登下最终可悦 今著名此故 方无胎中之耳口有多大 怎得显此 狼蠢大之物等于之棒 通灵宝玉正面 通灵宝玉反面 宝钗看笔 又从心翻过正面来细看 口内含道 莫失莫忘 仙瘦横唱 念了两遍 乃回头向婴儿笑道 你不去倒茶 也在这里发呆做什么 婴儿细细笑道 我听着两句话 倒像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 是一对 宝玉听了 盲笑道 原来姐姐那项圈上 也有八个字 我也赏见赏见 宝钗道 你别听她的话 没有什么字 宝玉笑呀 好姐姐 你怎么瞧我的了呢 宝钗被缠不过 音说道 也是个人 给了两句吉利话 所以赞上了 叫天天戴着 不然 沉甸甸的 有什么趣 一面说 一面解了牌扣 从里面大红袄上 将那珠宝金银 黄金灿灿的 音乐掏出来 宝玉 盲脱了所看时 果然 一面 有四个转字 两面八字 共成两句 吉衬 一层暗室 画下形象 金锁正面 金锁反面 宝玉看了 也念了两遍 又念自己的两遍 一笑问 姐姐这八个字 倒真与我的 是一对 婴儿笑道 是个赖头和尚送的 她说必须 站在金器上 宝钗不再说完 便趁她不去倒茶 一面又问宝玉 从哪里来 宝玉此时 与宝钗就近 只闻一阵阵 冷嗦嗦 甜丝丝的幽香 竟不知细和香气 所以问 姐姐新的是什么香 我竟从未闻见过这味 宝钗笑道 我最怕新香 好好的衣服 新的烟疗火气的 想了一想 笑道 是了 是我早起 吃了 完药的香气 宝玉笑道 什么完药 这么好闻 好姐姐 给我一碗尝尝 宝钗笑道 又浑闹了 一个药 也是浑吃的 一语未了 胡听外面人说 林姑娘来了 话由未了 林黛玉 已摇摇地 走了进来 一见了宝玉 便笑道 哎呦 我来得不巧了 宝玉等忙起身 笑让座 宝钗一笑道 这话怎么说 黛玉笑道 早知他来 我就不来了 宝钗道 我更不解这意 黛玉笑道 要来 一群都来 要不来 一个也不来 今儿他来了 明儿我再来 如此间错开了 来着 岂不天天 有人来了 也不至于太冷落 也不至于太热闹了 姐姐 如何 反不解这意思 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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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要去了 不过 不过拿来 预备着 宝玉的奶 宝玉 宝玉 李嬷嬷出去 明小丝们都各散去 不提 这里薛姨妈 已摆了几样细茶果 来留他们吃茶 宝玉 因夸前日在那府里 真大嫂子的 好额掌压信 薛姨妈听了 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 来与她尝 宝玉笑道 这个须得救酒才好 薛姨妈便令人 去灌了最上等的酒来 李嬷嬷便上来道 姨太太 酒到罢了 宝玉秧道 妈妈 我只喝一重 李嬷嬷道 不中用 当着老太太 太太 哪怕你吃一坛呢 想那日我眼错 不见一会儿 不知是哪一个没调教的 只图讨你的好 不管别人死活 给了你一口酒吃 葬送的我 挨了两日骂 姨太太不知道 她性子又可饿 吃了酒更嫩性 有一日老太太高兴了 又近着她吃 什么日子又不许她吃 何苦我白陪在里面 薛姨妈笑道 老货 你只放心 吃你的去 我也不许她吃多了 便是老太太问 有我呢 一面 令小丫鬟 来 让你奶奶们去 也吃杯 堂堂雪器 那李嬷嬷 听如此说 只得和众人 去吃些酒水 这李宝玉又说 不必温暖了 我只爱吃冷的 薛姨妈忙道 这可使不得 吃了冷酒 写十字 手打刹 宝钗笑道 宝兄弟 亏你每日夹杂 雪旁收的 难道就不知道 酒性最热 若热吃下去 发散得就快 若冷吃下去 便凝结在内 以五脏去暖它 岂不受害 从此 还不快不要吃 那冷的了 宝玉 听这话有情力 便放下灵酒 命人暖来方饮 黛玉刻着瓜子 只抿着嘴笑 可巧黛玉的 小丫鬟雪燕走来 与黛玉送小手炉 黛玉因含笑问她 谁叫你送来的 难为她费心 哪里就冷死了我 雪燕道 紫娟姐姐怕姑娘冷 是我送来的 黛玉一面接了 抱在环中 笑道 也亏你 道听她的话 我平日和你说的 全当耳旁风 怎么她说了 你就一 比圣旨还快些 宝玉听这话 知识黛玉 借此奚落她 也无回复之词 只嘻嘻地笑两阵罢了 宝钗 素质黛玉 是如此惯了的 也不去踩她 薛姨妈音道 你素日身子弱 弱不冷的 他们既挂着你 倒不好 黛玉笑道 姨妈不知道 幸亏是姨妈这里 躺货在别人家 人家气不脑 好说就看得是人家 连着手炉也没有 巴巴地从家里送了个来 不说丫头们 太小心过瑜 还只当我素日 是这等轻狂惯了的呢 薛姨妈道 你这个多心的 有这样想 我就没这样心 说话时 宝玉已是三杯过去 李嬷嬷又上来拦阻 宝玉正在心田意洽之时 和宝带姊妹 说说笑笑的 哪肯不吃 宝玉指得 区域阳高 好妈妈 我再吃两钟 就不吃了 李嬷嬷道 你可仔细老爷 今儿在家 提防问你的书 宝玉听了这话 便心中不大自在 慢慢地放下酒 垂了头 黛玉先忙地说 别扫大家的信 舅舅若叫你 只说姨妈留着呢 这个妈妈 她吃了酒 又拿我来行匹了 一面敲推宝玉 使她赌气 一面悄悄地咕咚说 别理的脑祸 咱们只管饿咱们的 那李嬷嬷不知 黛玉的意思 您说道 林姐 你不要住着她了 你倒劝劝她 只怕她还听些 林黛玉冷笑道 我为什么住她 我也不犯着劝她 你这妈妈太小心眼了 往常老太太 又给她酒吃 如今在姨妈这里 多吃了一口 料也不防食 必定姨妈这里是外人 不当在这里 也未可定 李嬷嬷听了 又是急 又是笑 说道 珍珍这林姐儿 说出一句话来 比刀子还贱 你这算了什么 宝钗也忍不住笑着 把袋鱼塞上一拧 说道 珍珍这个平丫头的一张嘴 叫人恨又不是 喜欢又不是 薛姨妈一面又说 别怕 别怕我的儿 来这里美好的你吃 别把这点子东西 唬得存在心里 倒叫我不安 只管放心吃 都有我了 月花吃了晚饭去 变醉了 就跟着我睡吧 姨咪 再烫热酒来 你妈陪你吃两杯 可就吃饭了吧 宝钰听了 方有鼓起心来 李嬷嬷 吩咐小丫头子们 你们在这里小心着 我家里换了衣服就来 悄悄地回姨太太 便由着她 多给她吃 说着便家去了 这里虽然还有三两个婆子 都是不关痛痒的 见李嬷嬷走了 也都悄悄地去寻方便去了 只剩了两个小丫头子 乐得讨宝玉的欢喜 幸而薛姨妈千哄万哄的 只容她吃了几杯 就忙收过了 做酸笋鸡瓶汤 宝玉痛喝了两碗 吃了半碗 碧庚州 一时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饭 又艳艳地沏上茶来 大家吃了 薛姨妈方放了心 雪艳等三四个丫头 已吃了饭 进来伺候 黛玉一问宝玉道 你走不走 宝玉 瞇邪剑眼道 你要走 我和你一同走 黛玉听说 碎起身道 咱们来了这一日 也该回去了 还不知那边怎么找咱们呢 说着 二人便告辞 小丫头忙捧过斗笠来 宝玉便把头略低一低 命他带上 那丫头便将着大红新毡斗笠一抖 才往宝玉头上一合 宝玉便说 爸爸 好蠢的东西 你也轻些 难道没见过别人带过的 让我自己带吧 黛玉站在炕眼上道 啰嗦什么 过来 我瞧瞧吧 宝玉忙着就进前来 带应手整理 轻轻拢住素发罐 将丽盐 噎在抹额之上 将那一颗核头大的 酱绒 沾音拂起 颤巍巍 露于例外 整理已闭 端详了端详 说道 好了 披上斗篷吧 宝玉听了 方接了斗篷披上 薛姨妈忙道 跟你们的妈妈 都还没来呢 却练等等不迟 宝玉道 我们到去等他们 有丫头们跟着也够了 薛姨妈不放心 到底 你两个妇女 跟随她兄妹方吧 她二人到了扰 已经回这贾母房中 贾母 稍微用晚饭 只是薛姨妈出来 更加欢喜 因见宝玉吃了酒 所以命她 自回房去歇着 不许再出来了 因病人好生看待着 忽想起跟宝玉的人来 虽问众人 李奶子怎么不见 众人不敢直说家去了 只说 才进来的 想有事才去了 宝玉晾舱回头道 她比老太太还受用呢 问她做什么 没有她 只怕我还多活两日 一面说 一面来自自己的卧室 只见笔墨在岸 秦文先接出来 笑说道 好好 要我研了那些墨 早起高兴 只写了三个字 丢下笔就走了 哄得我们等了一日 快来与我写完 这些墨才吧 宝玉忽然想起 早起的事来 你笑道 我写的那三个字 在哪里呢 秦文笑道 这个人可醉了 你头里 过那府里去 主妇贴在这门斗上 这魂子 又这么问 我生怕别人贴坏了 我亲自爬靠上梯的贴上 这魂子还动得 手僵冷的呢 宝玉听了 笑道 我忘了 你的手冷 我替你握着 说着 便伸手 斜了秦文的手 捅羊手 看门斗上 新书的三个字 一时 黛玉来了 宝玉笑道 好妹妹 你别撒谎 你看这三字 哪一个字好 黛玉仰头 看李坚门斗上 新贴了三个字 写着 降云轩 黛玉笑道 个个都好 怎么写得这么好了 明儿也与我写一个匾 宝玉嬉嬉地笑道 又哄我呢 说着又问 习人姐姐呢 秦文向李坚炕上奴嘴 宝玉一看 只见习人 合一睡着在那里 宝玉笑道 好 太无早了些 你又问秦人道 今儿 我在那府里吃早饭 有一叠子 丢腹皮的包子 我想着你爱吃 和真大奶奶说了 只说我留着晚上吃 叫人送过来的 你可吃了 秦文道 快别提 一送了来 我知道是我的 偏我才吃了饭 就放在那里 后来李奶奶来了 看见说 宝玉未必吃了 拿来给我孙子吃去吧 她就叫人拿了家去了 接着 倩雪捧上茶来 宝玉音让 林妹妹吃茶 众人笑道 林妹妹早走了 还让呢 宝玉吃了半碗茶 忽悠想起早起的茶来 一问倩雪道 早起漆了一碗风露茶 我说过 那茶是孙子伺候 才出色的 这悔子 怎又欺了这个来 倩雪道 我原是留着的 那悔子李奶奶来了 她要尝尝 就给她吃了 宝玉听了 将手中的茶杯 只顺手 往地下一置 哗浪一声 打了个粉碎 泼了倩雪一禽子的茶 又跳起来 问着倩雪道 她是你哪一门子的奶奶 你们这么孝敬她 不过是仗着我小时候 吃过她几日奶罢了 如今 逞得她比祖族还大了 如今 我 又吃不着奶了 白白的 养着祖族做什么 撵了出去 大家干净 说着 便要去立刻回贾母 撵她如母 原来 席人十未睡着 不过故意装睡 引宝玉来奥她玩耍 先闻得 说字问包子等事 也还可不必起来 后来刷了茶 争 动了气 所以连忙起来解释劝阻 早有贾母欠人 来问是怎么了 席人忙道 我才倒茶来 被雪滑倒了 失手 砸了中子 一面又安慰 宝玉道 你立意要撵她 也好 我们也都愿意出去 不如趁势 连我们一起撵吧 我们也好 你也不愁再有好的 来服侍你 宝玉听了这话 方无了言语 被席人等 扶至炕上 脱换了衣服 不知宝玉口内 还说些什么 只觉口齿缠绵 眼眉 郁家 躺色 忙扶持她睡下 席人伸手 从她巷上摘下 那通灵玉来 用自己的手帕包好 塞在褥下 四日代时 便兵不着脖子 那宝玉 就枕便睡了 鄙视李嬷嬷等 一进来了 听见醉了 不敢前来 在家处犯 只悄悄地打听睡了 方放心 散去 次日醒来 就有人回 那边小荣大爷 带了秦相公来拜 宝玉 忙接了出去 领了拜见贾母 贾母见情中 形容标志 极致温柔 堪配宝玉读书 心中十分喜欢 便流茶流饭 有命人 带去见王夫人等 众人因素爱秦室 仅见了秦中 使这般人品 也都欢喜 临去时 都有表里 贾母又与了一个荷包 并一个金奎心 取文心和和之意 又嘱咐她道 你家住得远 或有一时 寒热鸡宝不便 只管住在这里 不必限定了 只和你宝叔在一起 别跟着那些 不长进的东西们学 秦中 一一地答应了 回去秉支 她父亲秦叶 现任宁善郎 年近七十 夫人早亡 因当年无儿女 便向养生堂 抱了一个儿子 并一个女儿 谁知儿子又死了 只剩女儿 小明望可儿 长大时 生得形容鸟螺 性格风流 因素与贾家 有些瓜葛 故结了亲 许与贾荣为其 那秦叶 至五旬之上 方得了秦中 因七岁叶师 顽固 卫下言请 高明之事 只得暂时 在家温习旧客 正思 要和亲家 去商议 送往他家 孰中暂且不知荒废 可巧遇见了宝玉这个机会 又知贾家孰中 现今孙孰的是贾代儒 乃当今之老儒 秦中 此去 学业料必尽矣 成名可望 因此十分喜悦 只是幻囊羞涩 那贾家上上下下 都是一双富贵眼睛 容易拿不出来 为儿子的终身大事 说不得东拼西凑的 恭恭敬敬 封了二十四两制剑礼 亲自带了秦中 来带儒家拜见了 然后听宝玉上学之日 好一同入赎 正是 早知日后 闲争气 岂肯今朝错读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